前天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是罕见的 一天内分三批来跟美国总统欧巴马进行会面 后来就有外媒报道在刚闭幕的APEC会议期间 美国政府内部传阅了一份刚刚解密的重要情报 表示中共高层发生了严重分裂 报告的三点观察包括了一个是长白山日报事件 审查人员删掉了习近平的讲话 以及周永康可能不是最后的老虎 还有中共内部对于周永康的调查时间延长 另外APEC落幕之后 出现了江泽民派系的《环球时报》跟《人民日报》互唱反调 都凸显了江泽民跟习近平的博弈升高